自信与成长 在自我反思中发现力量 在人生的旅程中 每个人都会经历种种起伏 面对各种挑战和困扰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 对自己的怀疑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然而 我们不妨停下来 审视自己的成长轨迹 探索自我反思的深层意义 这个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素养 更能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生活的起伏 第一部分 怀疑与自信的较量 在人生的旅程中 怀疑和自信像是一对永恒的双胞胎 时而相互决利 时而和谐共舞 这个较量 彭扶是人类心灵的战争 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努力寻找平衡点 怀疑和自信 它们就像生活的两面镜子 反映出我们对自己 对未来的不同看法 当怀疑的阴影笼罩时 我们往往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彭扶有一双冷峻的眼睛 在我们的背后凝视 这时 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 选择的正确性 甚至怀疑整个人生的方向 怀疑像一阵寒风 吹散了心中的阳光 使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然而 正是这种怀疑 促使我们反思 成长 当我们勇敢面对怀疑 迎接它 我们或许会发现 怀疑并非是我们的敌人 而是引导我们 找到更好自己的指南 这是一场自我探索的旅程 透过质疑 我们可能找到了未曾发现的潜能和机会 然而 与怀疑相对的是自信的阳光 自信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它赋予我们勇气 坚持和冒险的勇气 当自信的火花点燃时 我们能够战胜种种困难 挑战未知的领域 自信是一种信任自己的能力 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 去应付生活的种种挑战 然而 自信过度也可能变成盲目自信 是我们忽略了必要的反思和修正 这时 怀疑的声音或许是一种提醒 让我们不要过于自满 实时保持谦卑 自信固然重要 但不可忽视对自己不断的质疑和进步的追求 怀疑与自信的较量 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平衡过程 我们需要在这两者之间 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 既能够保持对自己的挑战和反思 又能够拥有足够的自信 去迎接生活的种种挑战 或许 正是在这种较量中 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内在的和谐 让怀疑和自信能够共存 这是一种对自己真实 完整的接纳 一种对生命深深的拥抱 在这个较量的过程中 我们或许会发现 怀疑并非敌人 自信也不是盲目的自满 而是让我们更深入了解自己 不断成长的机会 因此 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怀疑 坚定地拥抱自信 让这两者共同编织成 我们生命的华美乐章 在这个较量中 我们或许能找到真正的自己 发现那份独特的光芒 照亮前进的路途 第二部分 自我反思的价值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人们常常被繁重的工作 社交和娱乐活动所包围 很少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内在世界 然而 自我反思不仅仅是一种丰富人生的方式 更是一种深刻理解自我的途径 自我反思的价值 它如何启发个人的成长 以及在塑造更丰富人生理解的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 自我反思是一种有意识的 回顾和评估自己行为 思考和情绪的过程 这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观察 更是一种主动的思考 透过对过去的经验和行为的深入探讨 找到改进和成长的空间 这种富有深度的思考 使个人能够更全面地认识自己 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自我反思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动力 透过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进行客观的评估 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特点 并意识到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领域 这种自我意识的提升 有助于建立更坚实的自尊心 增强自信 使个人更有勇气迎接生活的种种挑战 自我反思也能够帮助人们更理解他人 促进人际关系的改善 进一步丰富个人的社交经验 除了对个人成长的正面影响之外 自我反思还能够深化对人生的理解 透过思考生命的目的 价值观和人生意义 人们可以更有意义地生活 自我反思使人们更敏感于自己的内在需求 更重视精神层面的丰富度 使人生更具深度和内涵 同时 它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困难和挫折 从而更好地走过人生的起伏 自我反思是一种价值深厚的心灵活动 它不仅启发个人的成长 更深化了人生的理解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 给自己一些时间停下脚步 思考自己的内在世界 将会为个人带来更丰富 有深度的生命体验 让我们在喧嚣中找到片刻宁静 透过自我反思 发现生活中更多的可能性 并持续成为更好的自己 第三部分 放下外界评价 过得更随性 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被外界的评价所左右 努力追求他人眼中所谓的成功或正确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或许会发现 这样的生活方式 常常让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因此 让我们勇敢地放下外界的评价 过得更随性 活出真正的自己 一直以来 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 多半是有着高学历 高收入 高地位等等 然而 这样的定义是否真的能够满足每个人的需求和追求呢 或许 我们应该停下脚步 仔细思考自己的内心所真正渴望的是什么 是一份真正让自己感到快乐满足的工作 还是一段深厚真挚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能够放下外界的期待 真实地聆听自己的内心时 或许会发现 生活中还有许多未曾发现的可能性 过得更随性 不代表放弃追求梦想或目标 而是要更重视内心的声音 或许 有些人梦想的是远赴异地 追寻未知的冒险 有些人则梦想在家中安享宁静 追求心灵的宁静 每个人的梦想和追求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应被拘泥于他人的期待 透过放下外界的评价 我们能够更自由地走向自己想走的路 实现内心深处的愿望 随心而活 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尊重 不必时时刻刻担心别人的眼光 不必追求别人口中的所谓成功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放下外界评价 不是漠视社会准则 而是选择更贴近自己内心需求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选择 也是对自己真诚的表现 是一种对生活真实需求的回应 最后 让我们勇敢地放下外界的期待 过得更随性 活出真正的自己 生活短暂而宝贵 何不选择更符合自己内心渴望的方式去生活呢 或许 当我们敢于追随内心的声音 走出他人眼光的束缚 才能够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功 第四部分 走出人生的迷茫 人生有时 彭扶是一场漫长的旅程 而在这段旅途中 我们总是会遇到迷惘的时刻 这种感觉 彭扶是一片迷雾 让人无法看清前方的道路 让人感到困惑与茫然 然而 正是在这段看似漫无目的的时光中 我们才有机会反思人生的方向 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目标 首先 我们可以极有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 来确定人生的方向 人生不是一条直线 而是充满了各种曲折和起伏的道路 我们需要检视自己的价值观 看看当下的迷茫 是否是因为与自己的价值观相违背 如果我们的生活和价值观不一致 那么就有可能让我们感到困惑和空虚 因此 透过反思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并找到人生的方向 其次 我们可以透过接受挑战和尝试新事物 来激发内在的潜能 有时候 迷惘是因为我们陷入了舒适区 不愿意冒险尝试新的事物 然而 正是在挑战中 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的潜力和可能性 尝试新的工作 学习新的技能 或是参与新的社交活动 都是打破迷惘的有效途径 透过这些尝试 我们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 找到新的兴趣和热情 从而重新燃起人生的活力 此外 与他人沟通和分享自己的感受 也是走出迷惘的一个重要步骤 有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孤单 以为自己是唯一陷入困境的人 然而 当我们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心情时 往往会发现原来大家都有迷惘的时刻 透过与他人的交流 我们不仅可以获得支持和鼓励 还可以从他人的经验中获得启示 找到走出迷惘的方法 最后 要记得人生是一场不断变化的旅程 而迷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把迷惘看成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一个重新定义自己人生方向的契机 在这段迷惘的时光里 我们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断地学习成长 相信在迷惘之后 将会迎来更迷惘的未来 总而言之 走出人生的迷惘并不是一蹴可及的事情 但透过反思价值观 尝试新事物 与他人沟通和保持开放的心态 我们可以找到走出困境的方向 人生的旅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而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 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 启程朝着更美好的未来前进 第五部分 自我接纳与正向心态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现代社会中 我们时常感受到压力和不确定性 这使得自我接纳和拥有正向心态 变得特别重要 这不仅是维持心灵健康的关键 也是迈向更美好人生的基石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自我接纳 自我接纳并非意味着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 而是理解自己的不足 并且拥抱自己的完整性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 拥有独特的优势和劣势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正是迈向内心和谐的第一步 这种接纳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自我批评的枷锁 鼓励我们勇敢面对困难 并寻找解决之道 拥有正向心态是建立在自我接纳的基础上的 积极的心态不仅能够改善我们的心理状态 还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和生活品质 正向心态是我们更有弹性应对生活中的波折 看到困难中的机会 它不是一种盲目乐观 而是一种对生活充满信心的态度 当我们面临困难时 正向心态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让我们更轻松地度过生活的起伏 要培养自我接纳和正向心态 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建议助手 宽容自己 当我们犯错或遇到挫折时 不要过于苛求自己 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时刻 接受这一事实并学会原谅自己 是建立自我接纳的第一步 正向语言 将注意力转向正向的方面 用正向的语言和自己对话 这样的转变能够改变我们的心理模式 培养正向心态 树立目标 设定具体 可行的目标 并将其分解为小步骤 每一次的成功都能够强化我们的自信心 促使正向心态的形成 寻求支持 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困扰 寻求支持 有时 他人的理解和关怀 能够为我们提供正向的能量 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困难 保持学习心态 将生活视为一场学习的旅程 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 保持这样的心态 能够激发我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让生活充满乐趣 在这个追求成功和快节奏的社会中 自我接纳和正向心态 是我们保持心灵健康和迎接生活挑战的力气 透过理解和接纳自己 我们能够更好地拥抱生命中的各种经历 进而成为更坚强 更幸福的人 让我们一起培养自我接纳和正向心态 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结语 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时代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更好的自己 透过怀疑与自信的较量 深入自我反思 放下外界评价 走出生活的迷茫 以及培养自我接纳与积极心态 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进化 成为更加坚韧 睿智和充实的个体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尽情释放自己的潜能 用自信和成长的力量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感谢观看